我学佛的姻缘 跟诸位做过很多次的报告 二十几岁 对哲学有兴趣 在台湾 遇到一个同乡 当代一个哲学家 方东美先生 我跟他学哲学 他给我讲了一部 哲学改论 最后一个单元叫佛经哲学 我听他的括质才完全明了 佛法不是迷信 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是哲学 他给我介绍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样把我引入佛门来了 到今年 五十九年了 其而不屑 他说的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生最高的享受 与 富贵 贫贱 没关系 最高享受是快乐 天天生活在欢喜当中 快乐当中 这真的是最高的享受 每一天读经 像经典当中学习 对佛家的名词叫 诸法实相 就是一切法的真相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用佛法的说 拒而不明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这三归一 他怎么会不快乐呢 这才是真正的最高享受 感谢观看